有谁玩过走迷宫的游戏 都玩过 来讲一讲你的诀窍 我的想法就是 你要么就一直往左走 要么就一直往右走 看着路口做记号 我绝对往死里走 下面这位呢很厉害 据于我们的导演说 走迷宫对他来说 那简直不是个事啊 关键人家 个头还挺小的 一起来看 你知道吗 其实很多动物也会走迷宫 为了证明动物也会走迷宫 我们组织了本次 小白鼠迷宫挑战赛 首先我们准备了大型迷宫 长两米八 宽一米二 内部有一个入口 两个出口 迷宫中有两条通道 我们分别贴好了 红蓝线 以做区分 并在出口放置了小白鼠 最爱吃的食物 以便诱惑他们 组到出口 为了区分两位选手 我们用无毒无害的 儿童手指化颜料 在其中一只身上 做了标记 我们称之为 小绿 另一只则不做任何标记 我们称之为小白 万事俱备 下面挑战开始 首先第一位进入迷宫 接受挑战的是 小白 小白的前进速度非常缓慢 他的小鼻子 在不停地闻着什么 小心翼翼地 匍匐前进着 诶 它停住了 发生了什么 哦 原来我们的选手 今天吃多了 他在拉屎 好 现在解决完三级的小白 状态恢复 接着开始探索 他走出来了 诶 它又回去了 经过了摸索 他终于走出了迷宫 诶 小白这是要把食物 拿到哪里 只见小白 把食物拉到角落里 大快朵移 看来吃之前清空肚子 还是有效果的 真是个不讲武德 而又谨慎的小白呀 恭喜小白 完成了此次挑战赛 用时十分钟 他选择了红色 距离较近的路 挑战结束 有请小绿进入迷宫 小绿会和小白 走一样的路线吗 只见小绿在红色路线的前段 只做了短暂的停留和探索 就向蓝色路线方向 开始寻觑 难道小绿 想要走蓝色路线吗 难道他想换一条路 小绿又走回来了 他快到终点了 哎 小绿怎么想的 为什么他没有走到终点 反而重新开始走回头路 小绿终于又回到正轨了 他马上要到终点了 小绿走到终点了 他终于开始享用美食了 恭喜小绿 他结束了本场挑战 用时三十分钟 选择了蓝色 距离较远的路 第一轮挑战 我们看到小白和小绿 分别选择不同的路线 用时也不相同 但都发生了对环境探索的行为 那么下面 我们将小白和小绿 再次放入迷宫 看看他们会有什么表现 首先 小白进入迷宫 只见他剑步如飞 毫无迟疑 朝着终点跑去 天哪 小白选择了重新走老路 红色路线 他只用了一分钟就到达终点 那么 下面入场的小绿 会如何表现呢 小绿同样毫无迟疑 剑步如飞 也同样是直接走到了终点 小绿只用了一分半钟 就完成挑战 而且也是选择重走老路 我们看到了第二次挑战中 小白和小绿同样选择了走第一次挑战时开辟的路线 而且他们明显不会像第一次那样谨慎地探索 看起来完全是轻轻轻熟路 那么问题来了 小白和小绿是如何找到第一次走过的路呢 就是这个题目来明晰一下题面走题 请问小白鼠通过什么方式找到第一次走过的路 选项A 嗅觉 选项B 视觉 选项C 记忆力 评写 小白鼠啊 其实它是不光是有记忆力 它还有空间的感知能力 三维的感知 对 它都能记得住 小白鼠它属于镊齿墨 镊齿墨它再往上一集叫灵长总墨 灵长总墨 咱们也属于灵长总墨 四手五入咱跟它是青年啊 青年 咱们人就这么聪明 耗子肯定也聪明 你没有记忆力找不着家门 环境如果改变的话 它们还按照记忆力走的话 那就 这句真没听懂 那个看法波尔空中记的时候 法波尔在他蚂蚁走过的路上 铺了一个报纸 它照样可以走 它不是按照记忆力 蚂蚁靠嗅觉铺了张报纸 还能找到路 不就是证明了 蚂蚁是靠记忆力找到了路吗 有人对了 一个还是三个 验证一下 小白和小绿 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 找到第一次走过的路呢 首先 我们将迷宫清理一下 把小白和小绿 留下的气味擦掉 然后再把小白和小绿 重新放入迷宫 我们发现 小白开始重新探索 而小绿 却在探索后 走了与前两次 完全不一样的路 红色路线 它其实是靠嗅觉 来寻找 之前标记的路 你答对了吗 谢谢 征修判断 从根本上 包括像在三界当中 这一类生物 它最典型的 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方法 仍然是它的嗅觉 因为它嗅觉相当的灵敏 它所能接收到 微小的气味分子的能力 是人类的几万倍 甚至几十万倍 一支独秀 我们的刘小弟加分